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声音 那请同学看到甲这一张图片哦 里面有一个音叉 当老师敲击音叉的时候呢 音叉就会震动 然后它就会压缩旁边的空气 而变成了密布 那旁边呢就会变成了疏布 然后这一个疏密波呢 就一直往外前进 然后就变成以这一张图 所以以这一张图呢 这里就有一个密布疏布 密布疏布 密布疏布的这样一个疏密波 然后一直往外面前进哦 好那反之呢 假设没有震动的话呢 就不会产生声音 张同学你明白了吗 接下来进行的是示范实验一 音叉实验 那这个实验呢 最主要是想要利用音叉 来证明声音跟震动之间的关系 那由于音叉它的震动啊 肉眼来看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等一下老师会把音叉放进去水里面 来看有没有见起水花 来判断音叉有没有震动 第一个 不敲击音叉 没有产生声音 然后放进水里面 没有产生水花 第二个 敲击音叉 产生了声音 放进水里面 产生了水花 第三个 敲击音叉 产生声音 用手握住 声音消失 再将音叉放进水里面 没有产生水花 所以说啊 以上这三个小实验告诉我们什么呢 也就是说啊 声音的产生啊 跟物体的震动啊 是息息相关的哦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示范实验二 牛鸣玩具 这个呢 是老师在台湾某个牧场 买到的牛鸣玩具 那它到底要怎么玩呢 首先我们要把它导致 导致之后再给它正立 它就会发出类似 牛叫声的声音 那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给老师一些时间把它拆开来哦 好 同学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呢 最上面的构造是一个重物 再来呢 是橡皮 最后呢 下面是一个纸板 好 那它的原理就是呢 当老师把它导致的时候 它是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各位同学有看到吗 好然后呢 再给它正立的时候 这个重物就会往下压缩里面的空气 把里面的空气从这个洞啊 给它挤出来 然后挤出来之后 由于空气的震动 它就会发出类似牛叫声的声音 这样各位同学你明白了吗 好那接下来呢 是第二点声音的传播 好那声音呢 它都靠着戒指来传播 好那戒指呢 有分成固体 液体还有气体 不过呢 大部分啊都是气体 也就是空气来传递声音 好那所以说呢 没有戒指就会听不到声音 就算它有震动 这样同学明白吗 接下来进行的是示范实验3 当声波遇上真空 首先你要准备一只手机 抽气棒以及真空罐 那实验的步骤呢 就是老师会利用手机来播放音乐 再把它放到真空罐里面 再利用抽气棒 把真空罐里面的空气啊 给它抽走 让真空罐形成快要真空的样子 好那由于呢 真空罐里面的空气啊 被抽走了 所以呢这一个戒指 也就是空气啊 越来越少 所以说你会发现 手机啊 它的音量啊 会越来越小声 好那现在实验开始 首先呢 先打开音乐 然后把它挂上去 好那挂上去的原因呢 是为了让手机腾空 那这样可以避免手机啊 跟这一个真空罐的周围接触 这样可以避免固体的传导 好那各位同学 请你先记得这一个音量哦 好那现在开始抽气 好抽气结束 各位同学有听到吗 它的声音呢 明显变小了很多 那如果呢 要再让音量啊 越来越小声 那抽气的时间呢 就要越来越久 好那现在呢 老师吼 要在上面这一个开口啊 给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呢 外界啊 的空气 就会再跑进去里面 所以戒指啊 也就是空气啊 又会变多了 所以同学你会发现 等一下音量又会忽然变大声 同学请听 有听清楚吗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实验 好那接下来呢 是声音的传播速率 那刚刚老师有讲到哈 声音几乎都是以空气啊 当作是戒指 不过呢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物质来传播 比如说木材跟铁 它是属于固体 那水呢 是属于液体 这一些也都可以传播声音 好那假设戒指不一样的话呢 那声音的速率啊 就会不一样 那做实验做出来呢 结果就是声数大小分别是 固体大于液体 再大于气体 好那同学 你可以看到下面这张表格 这个表格呢 是20度C的时候 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速率 好那最快的呢 是铁 也就是固体 它的速率呢 是5032 那其次呢 是水 也就是液体 它的速率是1463 好最慢的呢 是空气 也就是气体 它的速率呢 是343 第三点 在空气中 温度啊 如果越高 或者是湿度越大的话呢 声数啊 就会越快 好那第四点呢 声波在空气中的速率公式呢 就是 V等于331 再加0.6T 好那同学 你会看到啊 这里有两个代号 这个V呢 指的是声数 单位呢 是秒分之公尺 那这个T呢 指的是温度 单位是度C 也就是涉事 好那下面 这个例题 同学请看哦 15度C的温度下 好那它的声数 是多少呢 好那也就是 这个公式的T啊 你要带15 带进去 就是答案 好那同学 请看哦 V等于331 再加0.6 乘以15 带出来之后 就是340 接下来是 示范实验室 简易测量 声数的方法 好那这个实验呢 主要有两位同学 就可以开始做咯 好那假同学呢 你必须去学校的 体育器材室啊 借这个起跑枪 那乙同学呢 你必须去借 马表 那你们必须去找一个 比较宽广的空地 你们的距离啊 大约要500公尺左右哦 好那假 假同学呢 这个时候啊 你就可以开始 敏枪了 然后乙同学啊 你就会 马上看到 这一个白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白烟啊 是以光束的方式 很快的到达 乙同学的眼睛哦 好这个时候 乙同学啊 你就可以按下马表了 好不过同时呢 声音啊 起跑枪的声音 也会一直往前进 好那当乙同学呢 你听到起跑枪的声音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按停止了 好假设量出来的时间呢 是1.47秒 好那要怎么计算声数呢 我们要给他带入声数的公式 好声数呢 等于距离再除以时间 距离呢 是500公尺 时间呢 是刚刚量出来的1.47秒 所以计算出来呢 声数就等于340 这样同学你明白了吗 好那再请问同学哦 请问要如何增加实验的准确性呢 好那第一个呢 就是增加距离 因为假设增加这个距离的话呢 这个时间呢 数值就会比较大 我们会有比较多的时间来做反应 这样子呢 计算出来的声数啊 就会比较准确哦 那第二个呢 就是做多次一点 比如说这个实验 我们给他重复10次 然后再把这10次的秒数啊 给他取平均 再给他带入公式 做出来的声数的数值啊 也会比较准确哦 好那最后呢 是老师为各位同学整理的单元重点 同学们可以自行浏览 如果还有不会的话 可以向老师询问 我们今天课程就上到这里 同学我们下回再见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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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